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从哪里来? 诶? 佛陀教我们啊 对不对? 钻木齐佛 你这个太阳观想在手掌心 摩擦 它会生热的哦 你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你在西雅图的冬天哦 很冷的 早上起来说 你看摩擦 哪里 哪里这个冷 按一下 会热一点 真的摩擦 它就生热 这也是很奇怪 摩擦为什么会生热 不会生冷 摩擦为什么不会结冰呢 这个也是奇怪的 我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摩擦 为什么会生热 摩擦呢 会不会结冰呢 不会 摩擦它就生热 所以它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钻木齐佛 我们摩擦生热 然后放在记下 就由这个热引到里面的这个阿字的这个热 阿字就变热出来了 它是红色的 是透明的 是空的 是直的 引出佛 这个佛进入 这个阿字就变佛 这只是一个小口诀 我今天跟你们讲了 你们 哎呀 回去念这个内火明点 想了很久 怎么念呢 这个佛怎么来 怎么想这个热都想不出来 怎么想 你摩擦手不是生热了吗 然后把这个热引到那个阿字就好了 这个阿字啊 用烘啊 烘席去吹 每十席 它就充满底下 再十席充满这个记轮周围 再十席就慢慢上升 每十席它会增长这个半子 然后一直上升 上升到顶轮 使这个韩字啊 韩字 接触到韩字 韩字啊 就是一个勾啊 阿字一半 加上韩字这个勾 不是一个阿吗 那就是表示两个字合一 在心轮 就变成阿 就是佛啦 佛祖的这个佛字就出来了 佛祖的这个佛他就出来了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我们讲这个阿字一半啊 是因 那么这个千叶灵化 天亭水菩提心叶意 就是阳 那么这个阳 从这边下降 从这边下降 因从这边上升 两个在心轮结合 就变成佛阿就是佛嘛 这个时候就变成真正的种子 然后再以这个字啊 以这个阿字 再充满全身的这个精脉 充满整个全身的精脉 流入整个全身的精脉 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东西啊 产生佛 产生光 那么这个光明 整个中脉都产生光明 再来你的全身产生光明 那么这个光 就是得到我们的真正的证明啊 这个宇宙这个空性的光明 这个就是一个意识 那么得到精光空性 就是成佛 那这是密教的修炼 密教的修炼啊 是由自己的身体 里面的着佛 好 那么应送自己的明点 利用这个千叶莲花的水 跟你继伦的佛 水佛互相融合 再以明点为佛 三种整个在你的身体里面 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光明意识 光明的佛式 那么光明的佛式 也就是光明的啊 静光空性 就是我们真佛中最后 所要得到的 这个伟大的这一种正宴 你成佛 你成佛 就是得到静光空性 那么空性本来是空的 但是你有静光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真空妙有 佛陀讲 钻木齐佛 两个木都被火烧了 剩下的佛 这个就是得到的佛性 得到的空性 那么今天我们修行 就是说 以我们人的身体的假身 用假法 来用假身 一起修出真性 这个叫做借假修真 所以人生当中啊 讲人生啊 一切都是假 事实上都是假 真正的真是什么呢 就是你修出了 静光空性就是真 其他的都是假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你的肉身是假的 物质现象是假的 你再多的房地产 再多的汽车 再多的这个 黄金美钞 再多的房子 再多的钱 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只有你修出这个 静光空性 才是真实的 我们真佛中啊 最高的意志 就是静光空性 佛陀讲专目祈佛 就是在教我们诸佛法 好 这个师尊 有这个 内火明点的可觉 诶 而且呢 金刚拳 软法 六日 秘密提供 这是我拥有的 这个我几个法 将来都会传出来 你们得到我这个 传的这些东西啊 你们就可以把太阳光 用你的这个 六日提供放大镜 我们一看 马上点火 所以我说我将来要 给弟子点火 就是要讲这个 就是说 你们按照外面学的 你有时候点不了火 但是我用这个秘密提供给你啊 你就能够把交际调的刚好 一放在纸上 放 就产生佛了 你们就得到大成就了 但是这个 我当初是用很贵的去求来 很贵的东西去求来 当然我不能讲说 将来卖你们要很贵 看看有没有言吗 我能不能够吗 我能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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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人够吗 没人够吗 我能够吗 你把太阳光